科技富豪马斯克支持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是不遗余力 不仅出席造势的活动 最近还宣布到大选投票之前 每天将随机送给100万美元 给签署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选民 但是马斯克忙着竞选 他的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却是将在23号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但因为最近特斯拉还遭到了美国监管部门 启动了自动驾驶系统的调查 恐怕也会影响装这个自家系统的 240万辆电动车 每天之间和选择会赚1万亿 开始今晚 美国富豪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不只是科技狂人 如今还化身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川普的超狂助选员 最新表态每天将随机发放100万美元 相当于3000多万新台币 给新签署请愿输的民众 直到大选投票日那天 真的是大手笔使用超能力 马斯克表态从10月19号开始到10月5号的美国大选 他每天会向签署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请愿输的一位兵州登记选民 随今发放100万美元 连续发放18天 等于豪杂1800万美元 而当天甚至已经抽出第一位得奖者 这位美国富豪用行动证明力挺川普的决心 过去甚至还出席造势场合 戴上黄色帽子大力催票 更称这次选举将决定西方文明的命运 而这个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正是马斯克为了替川普筹募选举资金成立的 根据联邦选举财务记录 光是三个月内 马斯克就已经捐赠约7500万美元 相当于24.3亿新台币 但马斯克的本业电动车 最近却遭到美国监管部门 要求调查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 且涉及241万多辆汽车 紧接着10月23号美股盘后 将公布第三季财报 市场也将密切关注 记者负一文 陈英宏综合报导